让我们欢迎张亦凡,朱赞锦,谢可寅,管月,苏晓彤 欢迎他们亮丽踏上我们的红毯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将欢迎的也依然是我们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 郭其成,王毅锦,陈卓璇,周凯晨 欢迎各位,我们亮丽的帅哥美女们 其实也是在我们现在的,应该说影视行业,也是我们的演艺行业当中 她们都是然然升起的星星了 没错,其中印堂少女303成员的张亦凡 曾出演电影《少年的你》 而今年演员朱赞锦,她的代表作品有《玉龙》、《糖砖》等等 还有谢可寅也是我们非常年轻的演员参演的电影友 《成为赢家》,希望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样的还有管乐,不仅是青年演员还是歌手 她参演的电视剧作品《海棠花开》、《吹烟琪》、《明媒》、《善曲》等等 那苏晓彤呢也是青年演员了 曾参演的电影《黑处有什么》 并获得了第24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 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女演员奖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呢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她 也是一位青年演员 演技一直在欠 她是孙帅东 孙帅东呢也是青年演员 凭借着电影《米勒的完美夏天》出道 短短两年的时间啊 都有多部作品 应该说是快智人口了 像《印象花摇》、《人民艺术家》 而且刚刚杀金的电影《满目星光都是你》 也是在五四期间和大家呈现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郭其成呢 也是青年演员 参演的影视剧《你和我的青城时光》 新作品电影《莫代厨娘》 以及《春风荡漾》 然后也将和大家见面了 那同样大家非常喜爱的 王毅景呢 也是《印堂少女303》的成员 曾发布音乐专辑《印堂定律》 《了不起的女孩》 个人翻唱单曲《白月光》等等 这些作品啊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现在也会有一些影视作品 和大家见面 陈卓旋呢也是《印堂少女303》的成员 曾发布音乐专辑《印堂定律》 《了不起的女孩》 曾发演综艺节目《暴力舞台》 曾出演《亲爱的自己》 《真挚细腻的演技》 让大家看到了她在角色上的塑造 周凯晨也是青年演员 今天来到现场的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演员了 翻演过的影视作品 有青春电影《侧面》 剧情电影《逐鹿东皇》 期待她在演艺之路上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 欢迎你们也给我们正在看 主播的朋友们招招手 好不好 好 我们也来到现场和各位见面了 我觉得人缘众多 咱俩就不走过去了 好 那欢迎你们这一次来到 我们第八届《丝绸之路》 国际电影节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们抓紧时间 依次 好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演员孙帅东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谢可英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管约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朱赞锦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苏晓彤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郭启诚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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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青年演员 印堂少女303的陈周璇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 印堂少女303王一锦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 印堂少女303的张亦凡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周凯晨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青春 琢磨 青年演员周璇 城 添 凡 我们 Пер 这